二零一零年六月 上百位彰化 陸港信用合作社人員 北上道行政院 原民會抗議 因為兩千零三年開始 行政院原民會 以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 提供保證 讓兩百多名 沒有擔保品 或是擔保不足的九二一 受災戶 各項銀行貸款兩百多萬元 在彰化縣方苑鄉的原住民安江 新春買房子居住 其中有一百零四戶 沒有按照合約繳交貸款 銀行無法拿到貸款的金額 要求當初擔保的行政院 原民會負責 陸港信用合作社 向法院控告行政院 原民會必須履行契約 施林立法法院在三月二十二號 一審判決擔任保證人的行政院 原民會必須償還五千一百多萬元的 本金跟利息和訴訟費 給放款的彰化縣陸港信用合作社 對於判決的結果 陸港信用合作社相當滿意 市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中指出 由於行政院原民會確實提供方院原住民安家新春的住戶保證 委託陸港信用合作社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住宅貸款信用保證 並且簽有信用保證契約 認為被告也就是行政院原民會是行政機關 在提供貸款人保證時 應就處理事務決定擔負的風險 法院認為陸港信用合作社主張要依據跟行政院原民會的保證契約 要求行政院原民會給付貸款人未繳的費用 有理由應與准許 判陸港信用合作社慎訴 而對於法院的判決 行政院民會表示一定會繼續上訴 那當初因為有很多銀行徵信比較不確實的狀況 所以案子陸陸續續都發生問題 但是處理到現在會裡面有逐漸掌握到許多的市政 那法院的判例方面也有本會獲得全部的勝訴 或者是只需要賠償一半的結果 那會裡面基於行政單位 我們有爭取國家的財政資源的立場 所以我們為了掌握自己的權益 我們還是會繼續上訴 不過其實陸港信用合作社告行政院 民會必須針對安家新村住戶欠缴房貸的案子 履行契約總共有六件 其中一件在兩千零九年 臺灣高等法院判行政院 人民會必須償還六百多萬元之後 這是第二起法院判決行政院民會必須履行契約 給陸信 另外還有四件訴訟案 還在法院審理 全案還款的金額 恐怕會超過兩億兩千萬元 記者 臺北市採訪報導